美取消网络中立原则网继网络面临威胁。 中国要加油! 来源,军情高地。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上周四美国宣布停止欧巴马时期通过的网络中立原则。 这将对美国本土的网络运营商带来极大的好处。 网络中立原则,又称之为开放的网络网络规则。 是禁止网络网络服务商阻止网站或对所有网络网络流量进行限制措施。 说白了,就是提供网络服务的企业,不能限制网站的访问或者网速。 由于美国是IPV4网络的控制国家,主要根似服器都在美国境内。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网络地址都是由美国分配的,所以只要美国动动手指,敲两下滑鼠,就可以限制其他其他国家的网站的访问和网速,甚至是直接掐断所有网络。 而之前美国通过的网络中立原则限制了美国的动作。 按照这一原则,美国不能随意对其他国家的网络网络经行阻拦。 但这一次,废除网络中立原则后,美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操作了。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美国的网络网络压力之下。 无疑幸免。 据报道,美国之所以停止网络中立原则,一方面是考虑本土网络运营商的利益。 另一方面是可以限制一些反美网站的传播。 而只要是遵循美国优先政策的国家,都不会受到限制。 看了以上的内容不知道各位看官是何感想。 只能说美国对网络网络的控制是根深蒂固的,看来是时候加快中国网络建设了,只有打破了美国对网络网络的垄断,才能彻底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李洁 提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